学历阳告诉陈瞎子 这姑少是他的外公 陈瞎子很是震惊 帝他摸骨确认身份 而后将谢领魁手索用的小神风展示 给胡八一和雪丽阳 原来陈瞎子竟是陈玉楼 在这姑少的日记中 有关陈玉楼的记载很多 一直记挂着他们往日的旧情 陈玉楼回忆起当年的云南之行 无数弟兄死伤 他眼睛也因此受了伤 他自觉已无言再带领谢领一派 于是必然落脚此地 隐姓埋名 了却残生 如今雪丽阳和胡八一 想寻找李淳风的墓穴 希望能搜寻木陈珠的线索 陈玉楼告知内藏渊就在此地 当年他正小遇上一个摸金校尾 名叫金算盘 他说此处有一大墓 于是便在此地修建了鱼谷庙 为的是掩人耳目 可惜金算盘进入墓穴后 就再也没能出来 据他说那藏渊就在其中 所以胡八一他们在于古庙下面发现的摸金校尾前饼 就是金算盘 另一边热情的农民将王凯旋和金也引到一户人家 二人匆忙前去 殊不知推开大门那一瞬间 二人愣住了 这户人家正是马大胆的住处 竟然洋入湖口 刚才引路的热情农民也是他们的眼线 马大胆人多是种 不出几回合 二人便被俘虏 身上也被挂上了炸弹 为了想办法活命 金也告诉马大胆 王凯旋身上有三国十七流传下的文武摸金服 而王凯旋就是摸金校尾 祖传的手艺 京东分金定学 可以帮助寻找到墓穴中的宝贝 而摸金校尾何则生分则死 不能单打独就必须结伴而行 于古庙下面有大墓 至少需要两个摸金校尾辅助 只要放了他们两个 愿意说服胡八一帮助马大胆找到宝贝 马大胆动了心 同意了 为了引胡八一上钩 马大胆把王凯旋抓起来 藏在底下一处水笼子里 笼子的四周满是十人鱼 阴暗潮湿 很难搭救 笼子上面是古代的花旗密码锁 需要三种密码配合才能开启 很是复杂 班山一派的后人雪丽扬 擅长解锁 开启机关 胡八一和金爷和力就出了王凯旋 差一点胖子就要舍身喂鱼了 好不容易逃脱了水下机关 胡八一几人准备爬出地牢时 却被司机等候多时的马大胆 及手下们用枪顶住了脑袋 这把他见识了摩金校尾未明不虚传的手艺 决定让他们带着一起去于古庙下面的大幕搜寻宝物 聚会 随时决定 决定 旅行 咱们 下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